来 今天咱们聊聊 要不要告诉这个自恋者的新对象 他的这个对象是一个自恋者 我们要不要告诉他 我先说几个论就是不要 你可能觉得我这个人可能 哎呀是不是变得冷血了 就为什么不去救他呢 你听我说说我分析的这个原因 首先我们作为一个从自恋关系里面走出来的这个幸存者 其实我们是知道谁是自恋者的 我们的眼睛就是尺了 我们在人群中能够搜索出来 或者是电视出来谁是自恋者 我们不会跟他去发生这种亲密关系 对不对 那他的这个自恋者的新对象 为什么就没有发现对方是个自恋者呢 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跟我们不一样 他之前可能根本就没有 有关自恋性人格招爱的这个相关这方面的知识 以前没有见过这种人 或者说没有这方面的知识 他无法识别 他总觉得是所有人都是好的 所以你如果说你去强行的告诉他 去给他科普这个知识 他可能会觉得 这一时间可能消化不了这个事情 而且就是你对他的这个科普 你觉得你真的那么伶牙俐齿 真的那么有说服务力 能够让他理解这个知识吗 能够让他认清 他现在正在消除这个人吗 你是一个那么好的一个老师吗 你的口才允许吗 如果说不允许的话 你的口才也不行 然后你又没办法把这个知识给说明白 那就不要去说 再就是你作为人家前男友 或者前女友的这个身份 去跟人家说 你现在这个对象怎么怎么样 你这个身份就是不合适的 而且你再想一想 那个自恋者他是怎么描述你的 他可能就跟他这个新对象说 哎呀我以前这个女朋友是个疯子 做事情就是完全的就是没有逻辑 然后就是现在就处于一个疯癫的状态 因为他对我太迷恋了 他就想说让我跟他再重回到那个关系里头去 但是我已经不喜欢他了 现在像一个疯子一样在纠缠我 如果他是这么说你的 我告诉你大概率就是这么说你的 因为基本上像我们这种幸存者 都会被自恋者描述成为一个精神病 我就真的我就被人说成精神病了 然后你想想人家都说你是精神病了 他这个新对象也是认为你是个精神病 对不对 然后你现在作为人家前女友 或者前男友的这个身份 又跟人家说这种事情 人家才以为你 你才说疯话 人家根本就不会信任你 你知道吗 你是一片好心想要去救人家 没有人家根本就不会相信你的 就换个角度来想 就是你现在谈了一个新对象 然后那个对方的前男友 或者前男友过来说 你这个人人品不怎么样 你相信吗 你换个人思考一下你相信吗 而且还有就是 你们为什么想告诉人家这个新对象 他现在的伴侣并不好呢 其实我明白你的心思 我也是从这个过程里面走过来的 你的一个目的是想报复 对不对 你不要否认啊 因为我当时的心态就是这样的 当我了解了各种自恋者的知识 然后又了解到这个关系的可怕的时候 我不甘心啊 我觉得这么坏的一个人 怎么能没有报应呢 就是他应该付出代价 我就应该把这个 他这个新对象给他脚黄了 让他这个新对象知道真相 其实是有一种报复的这个心态 这个心态挺正常的 但是呢 不会成功 最后你会发现啊 就是你跟这个自恋者 最好就是两个人不再见面 或者你要再狠一点 你就让他去射死 但是射死这个方式 不是让新对象知道他的真面目 因为这个 你需要花很长的这个时间 才能让他知道 而且这个执行难度非常的大 所以呢 为什么不要这么干 因为非礼不讨好 不会成功 对象 你也不讨厌 对象 你也不讨厌